下方时间轴的部分请切换到脚本模式 选择你要剪辑的影片片段 按住之后请拖一到下方的脚本区中的第一格的位置 再来我们要把这一段影片做切割 首先您可以利用播放的方式 看到您要的影片片段后赶快停止 或者是利用时间快速跳跃 这边的范例我们来练习一下 如果我要快速的跳到26秒09格的位置 跳过来后记得按一下Enter键 它会快速的确定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选分割键 这个时候影片会被我一切为2 分成两个片段 然后我们再继续剪第三个片段 所以点第二个影片的位置 时间点的部分请移到10秒23格的位置 同样的它会快速跳跃过来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分割 影片会再次分割成另外一个片段 后面的部分您就依照同样的概念继续做分割的动作 分割完成之后的影片内容如果您不需要 好你想把它移掉 好我们呢也可以点选这一个片段之后 按滑鼠的右键 会带出一个功能叫做移除 只要点选完成之后 您的影片就会移掉了 我们的影片还会变成了